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我说的是30号 在台北发生的50万人出来 非常令人感动 这个令人感动的意思 它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它来自于民间 一开始有 因为台湾一直出现的是 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的冲突 台湾的民众分裂 这种分歧也蛮大的 但是这一次活动当中 给我的感觉 很多人认为了 似乎在台湾的民间出现了第三个部分 这第三个部分是拒绝现在的政党的本身的背景之下出现的 也就是说对现在的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其实在台湾的民众心目中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而它表现出整体的力量和那种理性和平的概念 非常令人惊叹 昨天看到一张照片就是 五十万人出来 当五十万人和平的离去之后 那地上非常干净 那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 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 所以在我看来呢 对错这件事情呢 是就是服务协议如何如何如何 这是台湾民众和台湾政府之间在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的 就是在今天的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 制度之下 台湾民众整个台湾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的素养 对比强权的今天的中共大陆 有完全有一比 也就是说 作为同为中国人 那在台湾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所内心中固有的素养 是我们应该讲是与天地同在 它就在那里 因为它有人性的一面 而在中国大陆 是被这个政权剥夺了普通人正常的尊严 而出现的另外一面 对吧 出现的另外一面 那我们知道在大陆建三江的事情 到现在没完 结果紧接着在冒名上万人上街 而同时间在福建 几千人上万人出现了抗暴的场面 BBC有篇报道 这么说的 古俊山涉嫌贪污正式被公诉 中共媒体讲 原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古俊山 涉贪案以交由军事法庭正式立案审理 它涉及到贪污受费 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罪 那军事检察院在31号向军事法院提出了公诉 这是他的明确的说法 这里他没有涉及到别的 我们看到这里涉及到主要都是跟钱有关系 比较让人吃惊的这里没有涉及到女人罪 就是没有涉及到与多名女人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这个词没有 到我们现在看没有 文章也讲财新网曾经报道 2012年5月份古俊山被正式停职 接受贪腐的调查 文章讲后台强硬的古俊山 与商人勾结大卖军队土地 收受巨额贿赂 所以这里强调了一个词 后台强硬 那就是谁是他的后台 如果仅仅一个徐才后 是古俊山今天后台的话 古俊山的案子不会拖到今天 因为一个徐才后 是保不住古俊山的 而吃了钱的徐才后 一定以卖掉古俊山的方式 来平衡他自己与其他 与他同等级别的官员之间的关系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能明白 那昨天另外一件事情 在国内非常出名的就是广东冒名 美国之音的报道这么讲 广东冒名万人示威 反对PX项目 那这个内容呢 我们已经重复过多次了 在大连 在福建 我们都看过这样类似的故事 我个人看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悲哀 它就是一个重复 在过去的几年里 在各地都发生过 各地的民主都站出来 然后在站出来过程中 以同样的方式结束 而并没有阻碍他们去赚钱 对吧 而在一个地区发生的时候 其他的地区的沉默本身 我说过 好人的沉默呢 是助纣为虐 而被打伤被打死的 我看到在Facebook上 朋友留言说 打死了八个 而数字不详 这是我在看到了 这个自由微博上 也就是被微博删掉的一个 有关这个冒名这件事情的 相应的朋友的提示 提到说 提醒冒名的朋友们 网络求援尽量避免使用暴动 游行 沦陷 集会 维稳等等等等词 所以这些被屏蔽比较高 那莫名的当地朋友 请慎重用词 因为你们在当地 万一被造谣了 就得不偿失了 等等等等 然后他特别提到说 不要对警察扔鸡蛋 扔矿泉水 不要砸烧警车 这样会把理性的表达 推向彻底的失控 要知道一些人 巴不得你们这样冲突 所以今天的冒名 究竟就是曾经的大脸 曾经的福建 没改变的是共产党 老百姓 一直想寻求一种 生存的空间 活着 就是一个活着 不是生活 但有些人 还在那样的想法 我个人只是说 那有机会看到这些呢 就是一个认识真相的过程 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beautiful a nimble mastery an explosion of color and sound the divine culture returns experience 沈云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yun.com 而同样在 冒名 与冒名有关的 被这个 微博删掉的内容呢 是冒 冒名是宣传部 发出的微博说 果断处置一起 聚集闹事事件 事件中 没有人员伤亡 然后朋友讲 说瞎话 不怕雷劈 那几个血人 你能救得活吗 你们 竟然号召人民 相信政府 而你们的公信力 早已经破产了 与其相信 集体腐败的 冒名政府 不如相信 你们领导会上诉 那他就把 相应的微博内容 拿出来 一切的东西 都是整体 不是一个 冒名氏政府的腐败 我早就讲过 党国的三十年 是从根上 用江泽民的话 闷声发大财 走到了最上层 从上至下 这是整体的 而这个整体的支持 人的贪念的 这种支持 是共产党 本身的体制造成 你砍掉 整个冒名氏 你砍掉 整个冒名氏的党委 上来的 搞不好比他们还狠 当年在北京 陈希同下台的时候 我们当时 那是在北京 大家在西边门 城墙上喝酒的时候 我们就开玩笑说 无论陈希同 挣了多少钱 当你杀掉他 上了贾庆林 说砍掉一个已经是万元户的人 来了一个脱贫致富的 这脱贫致富的比那个万元户还狠 这就是我们当时说的 多少年过去 对吧 那是98年的事 97年的事 多少年过去 我们看到 陈希同老冤了 今天怎么挣钱呢 今天怎么玩女人呢 今天怎么买房子 对不对 西边门城楼那块 周围那个一平米多少钱呢 那当时陈希同一平米 那时候有多少钱呢 所以就这么回事 不是人的罪恶 在我来讲 你很难说是 在这个体制当中 想求得发展的人 他必然是这样 所以老百姓也就必然倒霉 就在同一天 在福建出了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一篇报道讲 福建几千人围攻派出所 民众烧回指挥部 那是指福建数千名民众抗议政府 强建化工厂 焚烧指挥部 砸掉派出所 与警方有着冲突 而内容呢 我觉得就很简单了 你都可以看到了 事情都基本类似了 对吧 而化工厂这些 这些相应的东西 恐怕都跟石油系统有关系 PX工程也是中石化的内容 所以你可以想象出 当年石油邦挣了多少钱 而这石油邦挣了多少钱 今天被打掉石油邦之后 那我们就还剩一个曾庆红了 那我们就不知道 在这个体制之下 接管石油邦的人 他难道不挣钱吗 第一个 第二个 作为咱们普通的人 当我们个人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自己 在这个背景之下 干掉了石油邦 当我成为了帮主的时候 你能保证我不挣钱 你能保证你不挣钱吗 你靠什么保证 你拿不出任何一个东西 能够保证在这个体制之下 你不贪腐 奥巴马在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是把手放在圣经上去宣示 如果他不能兑现他的承诺 他违背天意 违背他作为这个政体 作为这个民众所信仰的神 一个人 违背了神 是要遭到莫大的报应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没有任何承诺 任何承诺 都是欺骗的起始和终结 因为有终结才会有承诺 有重新开始就有重新的欺骗 才是这个社会当中 每一个人得以生存的真谛 承诺就是欺骗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